这是2010年三亚市公审大会的真实画面 法官升天洪亮的宣布罪犯郭东方与刑恒超被判死刑 随后两名犯人立即被押送到了刑场 准备执行枪决 那么这两名犯人究竟做了什么 又为何会被判逐死刑呢 时间回到2006年1月1日 当天凌晨1点10分左右 在三亚市解放四路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稳稳地停在黄金到大酒店门口的停车场里 一个西装格里的男人从车上下来 此时意气风发的他完全没意识到 身后有个黑影已经跟随他一路了 男子大步走向酒店 正当他即将迈进酒店的瞬间 身后的黑影突然窜出来 在距离男子大概五六米的距离时 黑影掏出手枪 对着男子就是一枪 男子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 很快就没了气息 而黑影则趁乱迅速离开现场 此时虽然已经深夜 但由于政治元旦期间 很多人正在跨年 因此街上依旧有不少路人和小贩 而这场枪上案也被很多人目睹 究竟是谁敢这么大胆的当街持枪杀人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被害人名叫罗丹 31岁 现就立于海南汇景园里环一艺术有限公司 是公司的总经理兼法人代表 有局凶手杀人后 并没有带走罗丹身上的任何钱财和贵重物品 因此警方推测 这起案件应该不是谋财害命 难不成是商业上的仇杀 经过不断的走访调查 很多目击者表示 犯罪嫌弃人看上去并不是很高 大概30岁左右 提倾偏手 并且发型很潮 从冲撼手法上看 嫌弃人能够一枪毙灭 要么是经过专家的训练 要么就是经常做这种事情 而经常做这种事情的人 很有可能是有牵客的人 随后警方又对现场的弹壳 弹头做了讲解的检查 令他们震惊的是 这种子弹竟然是五四师手枪所配备的 而这种五四师手枪 六年前正好有民警丢了一把 更加凑巧的是 凶手所用的手枪 正是六年前神秘丢失的那一把 就在此时 警方突然想起了 一个名叫刑孔超的男人 而刑孔超很有可能 就是这起汉奸的真凶 视频中的一幕 是2010年 三亚公审大会的真实影像 两名罪犯在这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为何会落到如此凄惨下场呢 2000年7月 刑孔超与同村的刑曾副 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们决定 偷击把民警的手枪仿生 七觉二十二十凌晨三点左右 他们趁人不备 悄悄爬上英格海延长 某车间楼顶 将正在熟睡的直白民警的 五四师手枪偷走 有了手枪之后 刑孔超和刑曾副觉得自己无敌了 因此变得似乎忌惮 他们开始走上了 敲诈勒索的道路 在手枪的加持下 他们的敲诈勒索 从来没有失败过 而每次作案后 他们都非常狡猾的 将手枪交给一个名叫 陈运府的人报官 很快他们的行为 就遭到了受害者的举报 八月份 两人就被请到了控案局喝茶 但就于迟迟找不到手枪 再加上没有其他证据 因此并不等治他们的罪 两人被取报候审 在此期间 他们并不就认可受恋 2002年的一天 刑孔超因为涉嫌抢劫 被判了三年半的有机徒刑 第二年刑曾妇因为戏毒 被抓进去 进行三年改造 按照时间推算 罗丹与海市 两人应该还在刑期 并没有作案时间才对 然而警方查证发现 刑曾妇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但刑孔超早在2004年时 就被批准报怪就役 他不仅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并且与先行人的外貌特征 还非常相似 但是他与罗丹 并没有什么恨怨 两人甚至都不认识 刑孔超为何会对罗丹 吓死狠手呢 经过对刑孔超的调查 警方很快发现 刑孔超的账户上 经常收到郭东方的转账 经过调查 两个人并不认识 唯一的联系 就是一个名叫乔鹏汉的男人 而这个乔鹏汉 很有可能就是 这两个人的中间人 刑警们就找到 刑罕相知 并且线索少之又少 因此这些案件 吃什么又侦破 直到两年后 警方发现了 与刑孔超来往密切的陈运武 经过搜查 在陈运武那里 找到了尸汉首枪 才终于将证据补足 2008年2月 经过周密的部署 警方终于将尸汉的员 全部抓获 而这起枪伤案的真相 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2004年初的时候 郭东方向罗丹的公司 投资了20万 双方约定好 盈利之后 按照25%的利息 给郭东方分红 然而盈利之后 罗丹却开始反悔 迟迟不给郭东方分红不说 还经常推散阻止 企图混动过去 他的这种行为 令郭东方非常生机 于是就找到了朋友 乔彭汉 让他帮忙误塞一个杀手 干掉罗丹后 必定重金打谢 乔彭汉向他推荐了刑孔超 为了确保事情换回一失 郭东方还专门约了 罗丹去茶馆喝茶 并让刑孔超在屏风后 观察罗丹的样貌 防止杀错人 随后 他就分别约见罗丹三次 就是为了给刑孔超 寻找合适的下手机会 也许是命大 罗丹在竞选巧合之下 竟然全都躲过去了 但这不仅 也就令郭东方射手 还使他更加坚定了 杀害罗丹的想法 很快他就再次找到了机会 这个视频记录了 三年2010年 公审大部的过程 画面中被押送刑场的两个人 是杀人犯的主犯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落网的呢 2006年1月1日 郭东方你过节会有 约罗丹到KT会唱歌 两人唱到半年 直到罗丹实在疲惫了才结束 此时罗丹还不知道 自己的生命正在倒计时 刑孔超和乔鹏汉 租了一辆小汽车 早就埋伏在了罗丹 即将经过的路段 考虑到在车上不好下手 因此刑孔超 趁罗丹下车之际 将其射杀 随后在乔鹏汉的接应下 迅速离开现场 原本他们觉得这个计划 天意无风 但法皇汇汇 竖很不漏 他们仅仅最终 还是被警方捉拿归汉 2070年 考虑到他们罪孽甚重 因此三家市政府决定 在天涯镇中心学校 召开公审大会 公开审理 并宣读他们的罪行 由于这场大会是在学校举行 因此当天到场的群众 大多是学生 看见有不少看热的的人 就连政府领导 也出席了此次大会 现场除了看管犯人的法警外 还有很多民警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后 刑孔超等人 被依次押送到台前 他们中大多数人身穿球衣 这在一定程度上 并不是什么坏事 反而表明他们没就性命之忧 审判结束后 还能回到监狱继续服刑 然而 没就穿球衣的两个人 正是此次汉奸的主犯 刑孔超和郭东峰 由于他们的罪行比较重 1989会被判处死刑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 再浪费两件球衣了 刑孔超和郭东峰 胸前都挂了一个白色的牌子 上面不仅有他们的名字 还有他们犯下的罪行 在他们的名字上 还画着一个巨大的插号 这一意味着 两人即将被判处死刑 也许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他们两人全都面色腿然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会救 随后法官大声地宣读了 他们的罪行 以及判决结果 果不其然 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意外 然而台下他们的家人 却依旧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一个个悲痛不疑 哭成了泪人 但结局一听 即使他们难过 也无法更改罪终的结果 早至今是何必当初呢 当炫通完 所有人的罪行和处罚结果后 请孔川和郭诺峰 在罚警的押送下 登上警车 抵达行刑现场后 随着弃声枪响 他们的生命 也将彻底划上去好 而此次的公审大会 除了审判犯人外 最大的目的就是 警示和教育民众的作用 你们认为 公审大会应该提倡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